從雲端超車的角度來說的話 顧客他就是剛剛講又快又神 然後又便利 熊貓超市的話 他是屬於我們自營的 就是我們熊貓這個平台 我們自營的一個雲端超市 雲端的超市的話就是說 庫存是我的 我要自己去建倉 我要自己去管控自己的物流 倉儲 人員 發貨 服務 上架等等 這個流程通通都是我們自己在進行 如果那邊我覺得他比較是一個 讓顧客可以在這邊有更加豐富 多樣的一個選擇 他是坐寬 坐廣 而在熊貓超市 我的貨價有限 所以說我的空間也是非常有限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我們是坐鋅 像我們現在很關注這種一人食 就是他很多就是北漂族有沒有 就是從南部上來在北 北部可能自己住房子 然後這樣的一些白領上班 所以他其實就是不會要吃到很多東西 可能是一餐他大概是需要多少量 所以我們比較focus在一些小規格的商品 又快 又省 又好 快 不用講了 我們大概就是20分鐘 因為不是繞過 通過一些經銷商啊等等 所以對顧客來講就是 你會省到很多的錢 我的商品其實是坐鋅嘛 所以說我每一個品類 可能都是他最棒的商品 你這個最近賣得好嗎 這個都可以吃嗎 對嗎 互相受歡迎 然後像巧克力 這個應該賣得很好的 然後我們這個賣的商品 然後他原本沒有這個商品 覺得真的是回不去了 因為這個習慣已經是被充分的養成 因為我們已經完全可以看到 其實從5月份疫情爆發 到6月份疫情就是高點之後 7月份開始進行平穩 可是可以看到說在7月8月 這樣子的疫情之後 甚至我們都已經降為二級之後 大家現在越來越解封 可是你會發現現在這個訂單量 比起我們疫情前 還是有一個非常大幅的一個 就是那個增長是非常大的 到今年的話 現在我們整個 現在差不多已經在30間左右嘛 那在今年年底的話 我們還是朝著目標 應該會再去翻翻這樣子的一個目標去走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大概是覆蓋台灣 應該六七十趴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盡量再往上 可能大概八九十趴這樣子的方向 以前沒有去到的一些區域 比如說像苗栗啊 彰化啊 宜蘭啊 等等還滿平東 那其實接下來很快這些區域 都會進行開店